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辉煌灿烂的文明 亦多杀法惨烈的斗争 纵观历史改朝换代江山异性 常如翻书覆手一般 所以古人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自有人类以来便总是在纷争成败之中挣扎前行 大家问华夏是如此 整个的世界也是如此吗 那么我们就从一切皆可预言的角度来扒一扒 不知从何时说起 网络之上流传着一个网名为无名式的预言 他说一朝醒来地球同3049世界通 对于这个预言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但多数的网友惊呼 这是讲3049世界江真的成为一个村了吗 没有疆界自由往来 网友们玩耳一笑 不笑不足以成道的感觉 心里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到底如何解读这些呢 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把 这一朝醒来地球同3049世界通的世界大统的话题 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的发展 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必再与自然界的狂风暴雪 或毒蛇猛兽做斗争 然而虽然是坐稳于食物链的顶端 斗争 却片刻的不曾远离人类的生活 从个体到集体 乃至于国家民族斗争竞争甚至淘汰 依旧是社会发展最常见的剧本 人类自诩 以文明对抗着源于自然的野蛮 殊不知 人类社会运行的深层次的原理 就是大自然为所有的草木鸟兽设计的同一套游戏 其实你觉得坐在了生物链的顶端 其实你是否觉得比野兽生存的更艰难呢 当然我们不是指悲观的看世界 只是说你的思想越复杂 其实自然赋予你的责任就越大 就如同父母有两个孩子 一个聪明绝顶 一个智慧平庸 聪明绝顶者被期望和压力压得白了头 而智商平庸者每日钓鱼享乐 虽然理操 但话不操 这就是人类现金的迷茫 当对达尔文的理论进行扼腕痛息的痛批之后 研究者们发现的是生物的竞争 无论是物种之间或者是物种内部都是源于大自然的游戏宏观设计 对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而言 其自然发展的原则 就是以尽可能少的物质和资源来养活尽可能多的物种和个体 基于这个原理 平衡成了生态系统的首要发展趋向 一个健康繁荣的生态系统 不会有任何一个物种一家独大 于是在一个理想的生态系统之中 除了食物链最底层的植物和微生物以外 所有的物种都只能得到恰好构期生长和繁衍的资源和能量 多一点都没有 还有多一点也不想要 所以在自然界之中吃个半饱的状态 是大自然为所有的动物所设计的理想状态 如果想超过半饱的限度 获得更多的食物 动物们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而言 羚羊总是被个头比自己大的狮子抓住 而狮子又总是群体分享各取所需 同样的道理 一个人只能够赚到100两银子一个月 而如果你想赚到120两银子一个月 就要付出超出常人的代价 而这个代价是成指数级增长的而不是线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知鸡宝的金鱼经常被撑死的原理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能够背着100斤大米的人 而他背了120斤之后 经常腰部受伤的原理 话虽如此 动物们却都是很实在的 他们不能够理解大自然的设计的原理 每天吃个半饱的状态 对人类的理解力来说 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于是人类认为迫不得已的动物 在进化的过程之中会生成贪婪自私的本性 因为吃了上顿没下顿 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多吃多蘸 于是动物个体的贪婪 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吝啬 形成了一个理论 形成了一对奇异的矛盾组合 促生了如今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 其实明白人都知道动物并不贪婪 而是人类完美的创造了贪婪 并且忽视了大自然的慷慨 这种根植于DNA中的本性 随经过了数十万年的进化 仍然主导着人类的行动 这就叫做自立主义 那么弱肉强食的生存原理 为什么没有把人类引入 你死我活的斗争苦境之中呢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社群 还能够保持一个大体上和平共处呢 那是因为人类坐上了食物链顶端的宝座 乃至于后来者居上屌丝逆袭 人类的出身本在食物链的下层 如果按照不成形的进化论的说法 当人类还在灵长类哺乳动物的标签下 缓慢的进化的时候 我们是吃素的 每天以野果树叶冲击 偶尔的开荤 也不过是抓个虫子 偷个鸟蛋 勉强尝一尝动物蛋白质的滋味 大森林里 凡是有尖牙利爪的动物 在食物链上都比人类高 人类只比兔子略高一点点 这个时候 人类还是圆 还不会抓兔子呢 尽管出身如此的地位 但英雄不问出处 流氓不问岁数 现在人类熬出来了 人类不但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 而且已经跳出食物链之外 不按食物链的等级吃 直接照着食物链 当菜单来点 人类的兴起 如果你不相信是程序安排好的 那么就从进化论 咱们来说一说 从自然生物到智慧生物 从野蛮的兽群到文明的社会 是一个极为漫长和复杂的过程 但是其本质原因不外乎几点 如超大的脑容量 对生的拇指等等 除了这些天赋上的硬件特性 还有一条至关重要 那就是人类的集体性 在自然界的食物链之中 除了居于上层的猛兽猛禽 可以独自的笑傲山林以外 其余下层的动物几乎都是群居的 因为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 群体的数量优势 更易于敌遇众多致命的威胁 这也是大自然设计的奇妙之处 食物链下层的动物 虽然每一个个体 也是贪婪自私的 有人会这么说 我们就沿着这条思路来讲一讲 他们却能够组成一个紧密的团体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体的利益之上 因为个体在集体之中 所获得的敌遇风险的利益 远远的高于个体 为维护集体运转所牺牲的利益 于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个体的自立主义 演变成了集体的自立主义 一个物种在生存竞争之中的力量 因此而倍增 人类不管其别的条件如何 至少将这一原理发挥到了极致 发展到了文明阶段的人类集体 就叫社会 而社会也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和面貌 人类的一切成就和罪恶 且都根源于社会 现代的人类社会 虽然与其原始的雏形 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但本质上仍然是个人自立主义 向集体自立主义的转变以及扩大 只是现代的人类社会 已经变得如此的庞大和复杂 自立主义的面貌 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识别 而在人类集体的内部 为了保持对外的竞争力 随时有增进团结和凝聚力的必要 实现这个目的的工具 秦始皇叫他大秦律法 社会学家管他称其为趋同性 思想学家管其叫博爱 佛法管其叫慈悲 大自然管其叫我的游戏 我设计 纵观整个的人类文明史 个体的属性早已经被集体的属性 所取代个体的竞争 也演变为集体的竞争 而集体的竞争与演化 则仍然服从于原初的自然法则 因为人类的集体性和趋同性 所以集体间的竞争结果是兼并 而不是毁灭 由于集体的自立主义 每个集体都希望能够保持独立和扩大势力 这就必然造成不同的集体之间的斗争 而集体之间的斗争又造成了征服与同化 于是不同的集体相互融合和扩大 原始的士族融合成了部落 部落融合成了国家 国家又融合成了帝国 人类的趋同性 这一维持集团团结的重要属性 同时也是集体向外扩张与兼并的驱动力 所以从本质上来看 国家有向外扩大和同化的趋势 因此整个的世界也有统一为一个大的地球村的可能性 那么为什么到如今都没有实现呢 那是因为人类的自然本质 人类的个体的自立主义 人类团结为一个集体 并非是对本性的超越 而是对本性的放大 当集体的行动有利于个体的利益之时 所有的成员团结一致 集体能够爆发出蓬勃的生机与强大的力量 一旦集体的行动损害了大多数的个体的利益 则被损害的个体离心离德 集体即使不立即瓦解 也会变得疲弱无力 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 动了某某人的蛋糕 于是终于到了某一个点 一个国家扩大到其全部力量 都必须用来维持自身的团结和稳定 再扩张一步就要崩溃 这就是金鱼撑死理论 其实际当中的一个重要使用 所以从历史上来看 要从人类集体自身 达到一个统一全世界的连接点 或许永远都达不到 那么如何能够让地球成为一个村呢 在原始时代的一座山谷里 两个部落每年秋天为了最后一点粮食 打的是血流成河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两个部落随时都在战争和饥荒的边缘徘徊 谁也发展不起来 最终由于观念的进化 两个部落决定放弃战争 合作开发山谷 于是流血停止了 生产发展了 大家的粮食都够吃了 两个部落也因此团结为一个部落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观念的改变 也就是一念成开悟之道 其实开悟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种就是面对着外在的威胁 不同的集体之间最容易形成团结与融合 而能够让人类共同担心的 在现代社会之中不是山师走兽 不是大风海啸 不是能源危机 而是外星攻击 这可能有点悬了 也就是当人类共同的面临大敌 那么观念瞬息的变化 共同的死亡的威胁 更能够促使人们放下仇恨和成见 那也就是人类扩大团结与统一的时刻 如果有一天外星人真的入侵地球了 那么早上外星飞船进入了大气层 中午饭还没吃呢 全世界的战火就都停火了 联合国说 全人类团结起来与外星重组 做斗争啊 那个预言一朝醒来地球筒3049世界通 说的是什么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那么大家怎么看这个预言呢 订阅关注明日报复 下一期我们嗷嗷狠的继续 大约 快到了 感谢观看